见面就是一个大拥抱 两人还贴近耳边戏声交谈 赖清德出访巴拉圭 拜访八国新任总统贝尼亚 展现出双方领距离 但其实赖清德抵达之前 国际美国可以说低调到不能再低调 也就在同时赖清德透过国际媒体 向对岸喊话 我们不想成为敌人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我们喜欢看中国可以享受 国际自由和自由 就像我们 赖清德是彭博社下一期封面人物 他把握这一次专访 希望好好谈谈台独精孙 当被问到对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看法 除了说不想和习近平变成敌人 他还强调 没有所谓独立路径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而为了要团结中华民国 蔡英文也用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 未来他也会持续推动 不会另外更改国家名字 真的赖清德曾说想和习近平共进晚餐 媒体这一次在追问 拿到台湾料理可以带来和平 赖清德表示自己没有想这么多 现在谈吃什么食物可能还太早 只不过晚餐吃什么 外媒似乎不关心 外媒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询问 北京在赖清德反台之后 会不会大规模军演 但是发言人直批赖清德就是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在这一次专访中表明台海紧张 根源在中国 不过大陆外交部完全不予回应 反而归咎在赖清德 而这次借着外媒大外宣 能不能顺利换回国内民意支持度 还有待观察 记得综合报道